作曲 琇琇 駭歌 曲 琇琇 曲 琇琇 駭歌 琇琇 琇琇 駭歌 琇琇 因為有些很貴的樂器 很傳統的樂器 可能很有錢 或者很有天分的人才可以掌握得到 但《陶笛》相對不是 希望給不同階層 就算他是基層的學生 仍然可以充分地享受到這個樂器 這是我們推廣《陶笛》的理念 我想過做徒弟的老師 亦都想過做演奏家 我想沒了音樂就會沒了 沒了我的娛樂 沒了整個人很頹 一不讀書 不分書 不做功課的時候 可能會一想 就是拿一支徒弟出來催 所以徒弟可以說是佔了我生命的大部份 《陶笛》 周行催事有一天 就覺得好像笑了一件事 無論是學費減免 或者籌備這些活動 其實都是等於我自己的積蓄 個人能力始終都有限 隨著現在樂團的規模都越來越大 他們的水平越來越高 其實可以做到的事是越來越多 例如去更大規模的場地去演奏 或者去外地去演出 但是成本都高 如果只是靠我自己一個 其實是做到的事有限 聽到阿水說 第一時間去愛爾蘭 第一時間就儲好錢 拿手有利是錢出來 然後每個月再儲少少 希望儲得